全世界最残酷的十种刑罚 中国林池指排第二 第一名堪称女性炼狱 比死刑痛苦一百倍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秩序 刑罚手段也经历了极其残酷的发展 据统计 全球每年有超过一千万人遭到刑事指控 而人类历史上 更是拥有超过三百种极端刑罚 其中一些刑罚方式的残酷程度 甚至超越了人类想象的极限 可能只是一滴水 一只老鼠 甚至是一次笑声 都能给人带来比死刑可怕一百倍的极端痛苦 今天就跟着世界之最套 一起来看看 十个人类史上最可怕的刑罚 说到船行 那可不是什么古老的水上乐园游戏 而是一种借助船只实施的极端酷刑 它的诞生 最早可以追溯到古波斯帝国 行刑时 犯人会被夹在两艘小船之间 只留四肢和头部在外面 我知道 这看起来已经非常奇怪了 但接下来的操作 才是船行这个名字背后的恶意精髓 等一切准备就绪后 施行者会给犯人喂食 以及涂抹牛奶和蜂蜜 乍听起来还挺享受 但在太阳的炙烤之下 牛奶蜂蜜会迅速发酵 此时不但犯人会逐渐感到负胀和恶心 周围的虫子们也会争先恐后的前来 啃咬它可怜的肉体 随着时间的推移 虫子们还会进入体内 开始安家 寄生 逐渐的 伤口开始腐烂 流浓 发出恶臭 最后这个犯人 会连体内最基本的代谢活动都要失控 要知道 这整个过程不是一天两天 而是长达十几天 试想一下 犯人呼吸的每一秒 都会被数以百计的虫子里咬饰 内心承受着无法逃脱的恐惧 直到死亡 解脱他的痛苦 其实说到底 传行不仅是对某个罪人的个人惩罚 它更像是一种公共的威慑 对于那些试图挑战王权的人来说 只要看到或听说传行的恐怖效果 即便在心生逆异 也会三思而后行 时间来到今天 传行或许已经被尘封在古老的卷宗中 但他的阴影依旧提醒着我们 必须警惕暴力的滥用 因为法律的存在 应当是保护生命与尊严 也正因为我们曾经历过这种惨痛的历史 才更需要珍视今天的自由与人权 第九名 水滴行 众所周知 商周王就是古代残暴统治者的代名词 他在位期间 曾发明了各种令人闻风丧胆的酷刑 比如著名的袍洛 据说就是他想出来的 而接下来 我们要介绍的滴水行 同样也被归入了他的发明清单 虽然这段历史是否真实 尚无定论 但滴水行的传闻 自古以来便广为流传 滴水行的操作 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简单 绑住犯人 让他平躺在地上 四肢固定 头部也被牢牢锁死 然后 逝行者会将一只水滴 放在犯人的头顶 水滴底部有个小孔 水滴会一滴一滴缓慢落下 最后精确地滴在同一位置 额头中央 这时候 很多人会觉得不以为然 这小小的水滴能有多可怕 他既无力刃 也不见血腥 宛如一场无伤大雅的小小水疗 但其实 滴水行的恐怖之处 并不在于身体上的痛苦 而是无尽的心理折磨 水滴每隔几秒就精准地落下 时间久了 受刑者会陷入一种极端的焦虑状态 因为此时 你的头部已经被强制固定 受刑者不能用手挡住水滴 也不能转移注意力 当你的耳边 只剩下的不断重复的滴大声 每一次水滴的落下 都会如同给你紧绷的神经上 加一块砖 滴滴积累 最终压垮你心灵的防线 正所谓滴水石川 坊间有种说法还称 这水滴最终会击穿犯人的头骨 甚至导致皮肤溃烂 但事实上 现代科学的研究表明 人体的皮肤 并没有想象中这么脆弱 单靠水滴 并不会对皮肤或头骨 造成致命伤害 当然 光有理论 大家可能并不信服 而实际上 2005年 美国一个名为 流言终结者的科普节目 曾复刻了这项滴水性 节目中的实验者 最初显得轻松自如 甚至还能开着玩笑应对 但仅仅过了一个小时 他就逐渐陷入了 恐慌和焦虑的情绪中 只见水滴不断地敲击着 他的额头 虽然没有直接造成任何 胜利损伤 但90分钟后 他的心理防线几乎崩溃 表现出重度的焦虑和失控 如果你想更直观地理解 这种刑罚的精神摧残 或许你也可以做个简单的小实验 让一个人一直用手指指着你的眉心 距离大概就在一厘米左右 时间久了 你就会感到一种强烈的压迫感 这时候你就知道了 这种压迫感并不来自手指的力量 而是大脑在应对即将发生的错觉时 产生的焦虑 心理学家们推测 这种焦虑可能与人类大脑中的第三只眼 松果体有关 松果体负责调节睡眠 情绪等重要生理功能 在水滴的持续打击下 大脑可能会将这种重复的刺激 误判为某种威胁信号 从而让受刑者感受到莫名的恐惧和压抑 低水型的出现 某种程度上代表了 古代刑罚体系中的心理战术 毕竟 比起刀剑的伤害 精神的崩溃往往更难抵挡 第八名 凯瑟林之轮 凯瑟林之轮 又称断轮行 它基本结构 就是一个大型木质轮子 受刑的时候 犯人的四肢 会呈放射状 展开绑在轮上 而行刑人 则会拿着锤子 或铁棍之类的盾器 开始各种敲打 而且几乎每一下 都会精准地落在骨骼上 要知道 每一处骨折 都会伴随着剧烈的痛苦 等到四肢的骨头 完全碎裂后 人往往已经痛得 神志不清 而且 为了让这场痛苦 来得更加完美 行刑人 还会有固定的套路 他们往往会刻意 避开关键部位 首先 敲敲你的腿 紧接着是手臂 最后再到脊椎 而你只能躺在被碎裂的四肢中 亦是清醒地感受到身体的每一寸痛苦 有传闻说 14世纪有一位不幸的罪犯 被适宜凯瑟林之轮后 竟喘息了整整三天 直到最后才因伤口感染 以及失血过多离开这个世界 不过话说回来 虽然凯瑟林之轮已极度残忍闻名 但偶尔也会出现所谓的人词一击 这是一种加快进度的方式 比如在骨头都碎得差不多的时候 直接在关键部位仁慈一击 一秒结束所有痛苦 不过 这种仁慈往往由法官决定 甚至有时是作为一种特权赐予犯人 而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在中世纪的德意志地区 凯瑟林之轮的使用 甚至被明确写入了法律 例如在萨克森法典中 就有对纵火等罪行施加断轮型的明确规定 这些被处决的犯人 常常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处刑 这活生生的 就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宣誓 任何触犯法律的人 都将招致同样的命运 更为害人的是 在一些地方 凯瑟林之轮上的驱桥 并不会被立即收走 而是会被留在原地 任由乌鸦和其他食府动物着实 这种视觉震撼 让目睹过此景的人 不禁心生畏惧 最后再补充一点就是 你可能会好奇 为什么这场残忍的刑罚 会与凯瑟林这个名字挂钩呢 这其实与一位早期基督教殉道者 圣凯瑟林有关 传说 凯瑟林在面对罗马帝国的迫害时 坚决捍卫信仰 拒绝放弃基督教教义 作为惩罚 罗马当局将他绑在一个巨大的破碎轮上 准备示意酷刑 然而 在行刑前 轮子却神秘地崩裂 凯瑟林也因此奇迹般的幸存下来 成为了基督教历史中的重要人物 但显然 现实中的凯瑟林之轮 显然没有那么多奇迹可言 留下的只有赤裸裸的血腥与痛苦 不过 随着文明的进步 和对人道主义的呼声日益高涨 凯瑟林之轮这种残忍的刑罚 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巴伐利亚 凯瑟林之轮在1813年被废止 而在黑森选地后果 则延续到了1836年 最后一次正式使用这种刑罚的记录 发生在1841年普鲁市 尽管凯瑟林之轮已经成为历史 但他所代表的极端暴力和野蛮 在后世仍然引发了无际的思考 第七名 苦难之礼 源自17世纪欧洲的苦难之礼 又称窒息礼 虽然它的外形酷似离子 但实际是由金属制成 外观平平无奇的它 却藏了一个令人胆寒的秘密 它可以通过螺丝的转动逐渐扩展 这个刑具是专门为了嘴巴和女性身体结构 而单独设计的 实用的时候 行刑者会拧动螺丝 让金属的部分缓缓扩大 在口腔使用时 它会限制受害者的呼吸和发声 也就是说你不仅无法摆脱 甚至连呼喊都变得不可能 但更让人害怕的 还是将它应用于你下半部分身体 因为此时 受害者需要忍受的 除了被生生撑开的剧烈痛感 还要面对极大的耻辱感 当痛苦与羞辱交织在一起 受刑者的心态往往急易崩塌 关于苦难之离的使用历史 最早可以追溯到1639年的盗贼史 书中提到了一个名叫高谢鲁德 帕里奥利的强盗 据记载 他最初发明这项装置 仅仅只是为了让受害者闭嘴 好让他能够顺利抢劫 但至于这个可怕装置发展到后期 是否真的广泛用于酷刑呢 学者们对此抱有强烈怀疑 虽然 19世纪欧洲的一些博物馆 确实展出了一些类似的离形装置 还把它标榜为苦难之礼 但实际上 有关他们的使用记录 却少得可怜 有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 这可能只是一种开口器 或用于医疗用途的工具 甚至还可能是用来压榨果汁的装置 但不管怎样 即便苦难之礼的真实用途 不像传说中那样残忍 但它也代表了人们 对中世纪和早期现代欧洲的恐惧与迷思 在各种关于中世纪酷刑的传说中 它逐渐成为了一个 代表残忍与痛苦的象征 走进了人们对那个时代黑暗面对集体记忆 即使它从未真正用于酷刑 它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是人类想象力 对残忍的极限挑战 第六名 石形 在历史长河的某个角落 空旷的广场上正聚集着一群人 随着第一块石头之初 第二块 第三块接踵而至 就连空气 也似乎弥漫着某种诡异的狂热气息 这并不是某种体育竞技 而是石形 人类历史上最古老 最残忍的集体惩罚之一 说起石形 它最早的文献记录 是在《圣经》中的旧约 在书中 它被用来惩罚那些 被认为犯下了严重罪行的人 例如私通 亵渎神灵或叛教等 石形本质上是一种 集体参与的惩罚方式 象征着神的审判与惩罚 在这场残酷的仪式中 犯人通常被捆绑或埋入土中 只露出头部或者胸部以上的部位 接着 围观的群众开始捡起石块 一块接一块地投掷 你可以想象 长时间被石头不断砸击 血流不止 但却无法逃脱 除了在痛苦中哀嚎至失去意识 你根本没有别的选择 最让实行这种惩罚与众不同的是 它的刑刑者不是一名专业的刑刑官 而是社区的每一个人 在这样的场景中 个体的道德责任被稀释 所有人都在同一时刻 被卷入一种扭曲的集体狂欢 于是 石刑不仅是对罪犯的惩罚 更是一场暴力的集体宣泄 而在这个过程中 真正的正义往往被忽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情绪化的复仇 如今在人权观念的推动下 许多国家已经废除了这种残忍的惩罚方式 然而 在某些穆斯林国家 实行却依然保留在法律中 比如像伊朗 沙乌地阿拉伯和苏丹等国家 他们的法律条款中就有实行的规定 不过 存在归存在 实际执行的案例还是相当罕见的 近年来 国际社会对人权的关注和压力 已经使得许多国家 在执行这类刑法时非常谨慎 有时 即便法庭判决了实行 也可能会在最后关头 由于国际舆论的压力而改判 但不管怎样 实行这种充满血腥与痛苦的刑法 人会带着古老的宗教与法律的印记 一直在历史中游荡 他的故事永远提醒着我们 真正的正义 绝不应建立在暴力和痛苦之上 第五名 童牛行 童牛行这种刑法的名字 听起来就好像是某个跟牛有关的搞笑故事 但它背后实际隐藏的却是极致的恐怖与痛苦 童牛行的故事要追溯到公元前570年 当时的西西里 有一位叫法拉利斯的暴君同志 但令人意外的是 这一恐怖的发明其实来自一个名叫佩瑞洛斯的青铜工匠 某一天 佩瑞洛斯突发奇想 决定发明一个刻意表演的刑剧来取悦这位暴君 于是他设计并铸造了一头巨大的青铜牛 这只牛跟真实的牛一样大小 但他的肚子却是中空的 足以容纳一个人 当时 佩瑞洛斯骄傲地向法拉利斯展示了他的得意之作 并详细讲解了他的设计亮点 在他的设计中 犯人会被锁进铜牛的腹枪 此时只需点燃火焰 逐渐升温的牛腹就会把里面的朋友活活烤熟 而更为精妙的是 佩瑞洛斯还特别设计了牛的鼻孔和牛角 当犯人在里面惨叫的时候 孔洞会将这些声音放大 扭曲 然后转化成类似牛的吼叫声 一场怪异的表演就此诞生 换句话说 这种诡异的设计让观众不仅能看到酷刑 还能听到他 这绝对称得上是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听觉盛宴 然而 佩瑞洛斯万万没想到 他精心设计的这场恐怖秀 很快就以他自己为主演 法拉利斯虽然被铜牛的创意深深吸引 但显然觉得这位工匠应该亲自体验一下这个新发明的效果 于是 佩瑞洛斯成了第一个被扔进铜牛中的倒霉鬼 伴随着高温 佩瑞洛斯的身体开始感受到无尽的灼热 随着温度的升高 他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 而这些声音通过铜牛的声道 变成了牛的吼声 回荡在嬉戏里的天空 这种铜牛型虽然没有像其他酷刑那样 在历史上广泛流传 但它极度的残忍性和象征意义使它 成为了古代酷刑的典型代表 它不仅是一种刑法 还是一个视觉与听觉双重体验的工具 整个过程不仅是为了惩罚犯人 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表演 展示了暴君对生命的完全控制 如今这个青铜的巨兽 或许已经被时间的尘埃覆盖 但它那令人胆寒的传说 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回响 提醒着我们 真是今天得来不易的公平与人道 第四名 鼠刑 提到古代最残忍的刑法 鼠刑绝对榜上有名 这种酷刑将老鼠变成了恐怖工具 不仅折磨兽刑者的身体 还玩弄他们的精神 这种刑法适行的方法多种多样 具体怎么弄 还得看具体的环境与目的 比如在古印度 受害者会被强迫穿上宽松的裤子 然后失刑者会往人的裤腿里塞进老鼠 老鼠那尖锐的爪子和牙齿 就像一把把无形的小刀 不停地在受刑者的腿部和腹骨勾之间来回抓闹 啃咬 带来难以忍受的痛苦 后来 这种残忍的属性 在16和17世纪的荷兰反抗运动中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敌对士兵为了逼供 发明了一种极其残酷的刑罚工具 那是一个底部开口的铁笼子 里面关着老鼠 一般这个笼子会被放在受刑者的腹部上方 然后在笼子上堆上炭火加热 此时 炭火的高温会逼迫笼中的老鼠四处逃命 可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向下挖掘 换句话说 受刑者的腹部皮肉成了他们唯一的通道 情急之下 老鼠开始疯狂地撕咬 啃食直至进入内脏带来极致的痛苦 此刻的老鼠不仅是啃咬肉体的工具 他们还象征着无法控制的恐怖 面对一群受惊吓的老鼠时 人的本能是恐慌 而当这些老鼠被逼得无路可逃时 人的恐惧也随之达到顶峰 此时 也许你在庆幸自己生活在现代社会 但我想告诉你的是 鼠型在二十世纪竟然还在被使用 在智力独裁者皮诺切特的统治期间 他的军队被指控对政治犯 尤其是女性犯人使用鼠型 许多女性囚犯回忆称 他们曾被强迫承受老鼠在身体内部 肆咬的酷刑 老鼠被放入他们的下体 带来难以言喻的痛苦和羞辱 这个极端的虐待手段 极大的摧毁了受害者的尊严和精神 这种令人发指的刑法 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折磨 更是心理上的恐怖游戏 老鼠与人类的天然对抗关系 使得它们在尸行中成为一种极具心理冲击力的工具 与其说老鼠是伤害的尸尸者 不如说它们是人类尸暴者手中的一把锋利的刀 割裂了人的肉体 直击人类的心灵 第三名 笑形 在古代众多离奇的刑法中 笑形绝对是其中最诡异的一种 笑形的关键在于人类的生理反应 挠痒 当人被挠痒时 几乎都会不由自主地大笑 这种笑声是出于无法控制的反射 而非真正的快乐 而在笑形中 受刑者常会被迫笑得筋疲力尽 甚至失去呼吸的能力 持续的痒感 不仅会让身体感到难以忍受 无间断的笑声 也会让人逐渐丧失对身体的控制 意大利法学家弗朗西斯库斯·布鲁努斯 曾在1502年写的《证据与酷刑论》中 详细记录了一种特别的笑形 在刑刑的过程中 受刑者的脚会先泡一下眼水 随后 已知山羊会被派来疯狂舔你的脚底 那看似柔软的山羊舌头 搭配眼水刺激后的高敏感皮肤 那素养的感觉简直妙不可言 起初 这种养感似乎还能够忍受 但随着时间推移 养感会不断累积 最终转变为令人抓狂的折磨 受刑者的笑声越来越无力 而山羊的铁势则从未停止 细想一层你会发现 笑形不仅仅是一场身体的折磨 更是一场心理战 当人们在脑养中被迫大笑 无法控制自己的反应时 心理上的无助感迅速上升 这种情绪上的崩溃 才是笑形真正可怕的地方 在日本的某些古代私人刑罚中 笑形常被用作逼供的手段 因为笑声背后的窒息感和失控感 往往比普通的肉体痛苦更具威慑力 很多人在这种折磨下迅速屈服 共认不悔 而最讽刺的是 大笑原本是愉悦的象征 但在笑形中 它却成为了压垮人精神和身体的工具 这一些仿佛在提醒着我们 笑声的背后有时不一定是快乐 它也有可能是最深的恐惧 第二名 中国凌迟 在许多古装剧中 皇帝往往会在圣怒之下判人凌迟 此时 只见恶人奸臣 立刻就屁滚尿流 剩下在场的其他观众不知所措 而其实在现实中 凌迟的残酷程度可能远超你的想象 它被视为中国古代最惨无人道的死刑之一 专门用于惩治那些犯下滔天大罪的人 行刑时 犯人要承受数百 甚至上千刀的割肉之行 不得不说 这对刽子手的刀法要求真的很高 要是手艺稍微不够娴熟 一刀下去把人给弄没了 反而得治它一个失职之罪 凌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五代诗国时期的疗潮 后来在原明清三个朝代之中 逐渐发展到顶峰 凌迟的刀数最早被设定在120刀左右 到了明清时期 这个数字已经不再有上限 历史上记录到最极端的案例 甚至还出现了三千刀的恐怖情景 而且除了刀数 凌迟对行刑的顺序和细节都有着严格的规定 据史料记载 刽子手行刑时通常从胸部开始 在这个过程中 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并不致命的刀一次次落下 除了瞬间的剧痛 紧跟着的还有无尽的折磨 在某些朝代 凌迟还不只是个人的痛苦体验 因为这场表演常常吸引大量围观群众 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百姓茶余饭后的娱乐活动之一 而且更残忍的是 有人甚至会花钱买下割下来的肉片 作为纪念品带回家 当时的人心里有多扭曲 可想而知 后来 伴随着清朝末期的现代化进程 凌迟这一酷刑 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判 尤其是在国际压力下 清政府终于在1905年正式废除凌迟 这一举措 不仅是中国刑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也是现代文明的象征之一 表明社会对人权和生命尊严的逐步重视 但不管怎样 尽管凌迟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成为历史沉寂 但它所象征的暴力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第一名 西班牙驴 西班牙驴也叫木马刑具 也许这个名字会让你联想到 童年骑着木马的美好时光 但可惜 这匹驴子的背上并不是柔软安具 而是尖锐木棱 西班牙驴子的设计看似简单 实际上却残忍至极 这种刑具的主体是一根高高架起的木棱 形状像一个倒置的三角形 木棱的顶部异常尖锐 行刑时 受刑者会被强迫双腿分开 骑在这条锋利的木棱上 随着身体重量的集中 下体和臀部的软组织会被逐渐压迫 更可怕的是 为了加重痛苦 刽子手往往会在受刑者的脚踝上绑上重物 增加下坠的力量 进一步加剧木棱对身体的挤压 而且 骑在这驴上可不是几分钟的事 这种刑法的残忍之处 在于他所带来的持久折磨 受刑者不仅要忍受肉体上的极度疼痛 还要面对一种精神上的摧残 每时每刻都在期待 这可能是最后一秒 但实际上痛苦远未结束 在美国内战期间 这种刑具就曾被广泛用于对待战俘 尤其是南方联邦的士兵 北军利用这种酷刑 让俘虏在几小时内崩溃 有些士兵甚至在经历数天的骑驴后 双腿永久性残疾 再也无法站立 身体上的创伤 往往伴随着巨大的精神崩溃 很多士兵宁可招供 也不愿再承受这种痛苦 西班牙驴 这批冷酷无情的木质驴子 它的尖锐木棱 见证了无数人的痛苦与屈辱 也展现了权力者无情的冷酷 今天 我们或许已经无法再感受 那种极度的痛苦 但西班牙驴的故事 仍然在提醒我们 历史中的暴行并没有被遗忘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全部内容 不知道今天介绍的 十大最残忍的刑法 哪个更让您印象深刻呢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加订阅 以及分享给您的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